一般西安是6块 虽然是7块钱 但是肉真的比外面都要多 看见没 专门给大家特写一下 好 小偷 小偷 你吃掉最大的那一块 现在都是我的 这家肉真的 我来的所有的顾客 都说这家融融夹馍好吃 你们要是来我店里玩的话 我就请大家吃融融夹馍 好了 好吧 就让饼干怪cookie给大家说拜拜 这里一定要三连关注哦 我最近掉粉掉的很厉害 我很心痛哦 哈喽大家好 这是云吞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做手工的视频了吧 有一个月了吧 然后 看面前这四个是什么 是可爱的小盲盒 那我不是一个盲盒中毒的人哦 当然我也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上头 这个就是Molly的新娘系列了 反正一看就知道 是顾客结婚要用到的 可爱的小玩意 那其实我会用它做成手腕花 小红书上也有这个盲盒手腕花 然后非常多人点赞 然后我的顾客就找到了我 让我帮他定制 那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真的是四个不一样的 哇好可爱呀 对不对 是不是很可爱 那我相信大家肯定想问我 这立体的东西怎么带在手上 而且它有重量呀 这个怎么弄呢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手腕的宽度 其实是可以的啊 对吧 但是它肯定需要一个成脱大的东西 以及需要花在旁边围绕着 那么它已经有这么大的体积了 如果再用鲜花 玫瑰啊 橘梁啊 橘菌啊 其实都不太合适 而且这一次呢 顾客有把它带去外地 所以我们跟小红书上 一样是用永生花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看 我会用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 是不是有一点老土 但是如果是 嗯 花艺师应该都见过吧 这是一个手腕花的 哇 为什么这么玛丽苏 嗯 感觉特别的玛丽苏 对吧 就这个蕾丝的底托 因为很多手腕花大叫 是用铁丝窩的 然后用丝带绑的 那那种呢 丝带它是软的嘛 然后这个又比较重 就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成比例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用到它 看见没 哇 为什么会这么可爱 对吧 你当然也是 你看它的后面都是立体的 你当然也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把它 固定在一个地方的 可能就会用到胶枪 关键是这个 坐上去以后 它可以成为一个纪念品 但是 你再把它搞下来 最后可能就会有胶哦 而且 就会有胶极花了 这个人 我们可能会有胶极花 这边就会有胶极花 再次再次准备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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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特别特别 自己觉得很有善的方式 去劝我 然后去 我知道大家不是打击我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打击我 我现在说起真心话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打击我 是有意的打击我了 还是怎么样 我永远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好 就是只要他们创业了 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永远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就是我不希望他们 受任何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我 做这件事 这一次做这件事情 真的受了太多身边人的这种 我真的很受不了 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朋友 我也怀疑自己的朋友 到底都是些什么朋友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刚刚那些其实都还好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 就是开店的时候 他就说你不行 完了你开起来了以后 反正小红书也发了一些了 然后当晚点评也发了一些以后 他就带 带着他的产品来了 说你不要做这个 你做咖啡 你十几块钱往回收 你亏死了 你赶紧把这个店 你卖我的这个产品吧 我的这个面膜 杂杂好了 然后我的这个 什么什么微商品牌 什么一万字 杂杂好了 你在这边 你把你这衣服撤了 然后你搭柜子 你卖我的产品 你躺到家里都可以赚两万块钱一个月 这些人来 大家都懂 也许你是学生 你现在还不懂 但是你经历 就是你经历过这一切以后 你可能就跟我要年纪 你就懂了 这些人就会突然的出现 然后他就觉得你要跟他合作了 你必须得卖他的产品了 然后你是实体店 然后你兼职一个线上的微商 你才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了 就哇 我感觉我脑袋都爆炸了 包括那个隔壁的邻居什么之类的 都把东西拿过来说 能不能把这个产品放到你店里卖 但是我开业的时候 我跟他们聊这个概念的时候 所有的朋友都说 你不行 这地方不行 然后顾客质量不行 什么都不行 但是你开起来了 你现在还没有引力 他们就把他们的东西全部端来了 让你卖微商的品牌 让你在这个地方 就是卖一些跟你自己 哈喽大家好 这是云吞 然后今天呢 出来吃一个好吃的 也是朋友给我推荐的 今天所以我就把我的咖啡馆 提前打烊了半个小时 然后来到了这个是西安的体育馆东路 然后一家 什么店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家龙极屋徒手梢 然后 它是一个徒手梢的专门店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吧 谢谢 店其实不是很大 但是坐得很满哦 然后 我也准备就坐了 我们刚刚已经准备点科尔比斯和你们的身皮了 好的 开棒的话 它是威士忌酒加苏打水 好的好的 好的 然后开棒的话 就是把苏打水提罐成为干酱气水 然后我们这边选用的干酱气水的话会偏甜一点风感 然后我们这边主要做煮煮烧它是一个大阪的味噌料理 对大阪风味的哦 主要以牛筋串为主 然后像红烧肉到农苏的话我们会用高汤给它做一个味道 然后再用味噌去调味 好的 然后像这部分的话它会比较像那个关东煮 关东煮 鸡鱼关东煮是上的一个东西 右边的话是炸的东西我们就先把它炸过一遍之后再用味噌来调味 哦 然后除了白葱和洋葱以外我们上面都会撒小葱 好的 所以如果不是小葱的话要给我们吃一下 好的 我们的这个炸鸡外面有包一种紫苏叶然后大家主要还蛮好的 好的 另外春卷跟煎饺的话是我们自己包的 好的 春卷是大三家小鸡 然后煎饺的话是白菜猪肉香菇 好的 柚子胡麻豆腐的话是我们今天自创的一个柚子 好的好的 好 锅物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盐鸡锅就是跟它的名字是一样的 香菇锅的话是味噌猪花的 嗯 锅水上的话就是酱油牛肉 好的 好了就是主要是这些对不对 对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是从日本大阪回来以后想做这个还是 是的 是从的啊 对 我们在京都生活了两个 然后我们厨师的话在日本是大了15年 好的 你是老板吗 是的 好的 好的 谢谢老板 给它的我觉得它的这个装修设计很紧凑也很温暖虽然不是很大 然后这里有陈列一些可爱的可能是因为刚也有听说嘛老板有在日本待好几年然后厨师有待15年 嗯 大家还记得吗 OK呢我们一会儿来试一试味道怎么样吧因为像这样子的小店呢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主要还是看风味 怎么样这个酒怎么样扎黄神皮来自北海道 看起来是很清爽的啤酒 菜还没有上就已经喝了这么多 兴奋的搓手收 应该没有很高的度数吧 对我来说像喝水 对你来说像喝水一样好的 很清爽对 因为吃主物可能就比较适合喝清爽一些的啤酒对不对啊这位美女人 我马上就要晕了 她马上就晕了 好的就三度的量居然还喝了 注意一下我的包装手法 我一直有给学生强调包装花束电视频是百无禁忌的 没有什么花束需要用同样的方法包装 首先你的花扎的也不一样 你的花束不一样 你的包装纸也不一样 你的尺寸也不一样 你的质感也不一样 我们不需要都用一样的方法 感受一下对不对 那这样就是两张了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再拆两张 注意再拆的这两张 因为要放到花束的正前方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长了啊 大概这么长就够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材质这个过程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比如说第二天要包好多的这个的时候 我第一天晚上我先把纸采好 我觉得采纸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OK 刚刚这两个啊继续 我们把它握紧 那这里解答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我也不爱每包一层纸就固定一下啊 那前提还是你这些东西能够稳定的固定住 然后这个纸啊 折一下 这个是要放到前面的 大家可以发现我包纸真的很随意 我就随便你折 因为你包装花束包的多了 你的手会有惯性 所以就是知道该怎么折 那在很多初学者那里包装花束简直不要太难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折纸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因为包的不够多 所以说 觉得自己花束包的不好的朋友就是玩命的包 疯狂的练习 最终会找到手和纸之间那种感觉 OK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感觉 对吧 然后但是在下面很丑哦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再一张纸 把它整个的包裹住 好的 这个苹果就跟吸血鬼一样躺在这 OK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刚刚我说这块很丑 对不对 那我们会再来一张纸 它会更长一些 整体的在后方 把它合上 OK 像这样 它的前面包裹起来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规整一些 那刚刚也有说到啊 就是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上我的线上花一课 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今年有开大概大半年的线上花一课的群 我有时候会给顾客录不是顾客就给学员录一些视频 那我觉得大家会说啊这里看不懂 那里看不懂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看不懂那是非常正常的 你没做呀 就是你也得边坐边看 你才能感受 你才能触摸 你光就这个看 那当然看不懂 是很正常的啊 所以说花一课这种东西 我觉得也是个熟练功 你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做 还有我的朋友 跟乒乓球一样 等会儿要用胶枪固定一下这个球 还有我的学生说 啊老师 我觉得你那个寄丝带 那个视频 我也看不懂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你不做 看不懂是很正常的啊 做了又还看不懂 那可能就是 真的是我没录好 但是呢 你光看一个视频 要去说懂不懂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很难的 啊 任何东西 做手工那些东西 都不是看了就会了 当你做的时候 都会有另外一番的体验 OK这个丝带先这样绣一下 好的 OK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球 用胶枪先固定一下 好 我固定好了 再给大家看 好了 一个苹果花枝就做好了 它的发夹是用胶枪粘上去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啊 这个也只是一个圣诞的球 用丝带 绑在上面打了个蝴蝶结 然后 两只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 一会儿来个特写给大家看看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 我现在在吃 朋友送来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擀面皮 这个是我今天自己用 苹果橙子肉桂那些 做的热红酒 然后一会儿就要给大家 再次用苹果整个活 成品就在这放着 刚我已经做了一个了 哎 装到桌子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 再录一个制作过程吧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说到圣诞节 就是不停地用苹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这上面这一堆是小发夹哦 等会儿会把它的具体的固定过程给大家录制一下 好 我们来讲一下 作为一个苹果花束 会需要哪些材料 首先苹果是绝对不能少的 然后呢 刚刚也看见有一堆兔耳朵 这是一个发夹 今年圣诞节已经快到了 做不了 明年圣诞节继续做啊 这个东西是永恒都会流行的 然后呢 去年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视频没有 我的视频里面有用这个苹果做花束的一个视频 但是是用一根竹签从下面捧进去的 今年呢 我们就不需要那根竹签了 我们直接用今年流行的方法 这是一张玻璃纸 透明的玻璃纸 然后把苹果放在里面 像这样 我们会用这一张玻璃纸 去取代局签的作用 就是固定它 首先玻璃纸有延长部分的位置 大家注意 整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捏紧这个玻璃纸啊 然后我们用到这一个 现在很流行的褶皱纱 把苹果固定好 还是一样 向上向上向上 捏到最紧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拉架带 去整个把它固定住 一样啊 拉高 拉架带固定的位置 应该是最靠近苹果根部的 这已经第三根了 到底有没有一根好了 我感觉拉架带这个东西 买上几个月你不用 它会失效 这个应该是好的 把它固定住 拉紧 OK 再把纱稍微往上扯一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苹果还是摇摇晃晃的 对不对 好 第一个就是里面的玻璃纸 你要把它往外抽一下 还有就是纸的支撑力还没有达到最强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包装纸 所以它支撑力并没有达到最强 好 我们接着走下一步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包了一层玻璃纸一层 褶皱纱了 对吧 然后下一步 这个纸 这个纸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一种纸 它叫卡分纸 如果已经开花店的朋友 没有用过这种纸的朋友 可以去搜一下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一样 同样的啊 继续在外面加 就像包小花束一样 继续在外面加 好 当你外层加的纸越来越多 同时你时不时的要注意 拉一下里面的玻璃纸 你的你的苹果就不会再乱晃了啊 然后这一步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一个拉架带去把它固定住 现在这个苹果呢 就是包了网纱 又包了这外面这一层纸以后 它已经固定住了 那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堆这一些纸 垂直的这些纸 就起到了像竹签一样的作用 所以今年流行用玻璃纸 先把苹果包起来以后 然后再在外面包装 这样可以不用弄到那根竹签 因为竹签插进去它是会晃的 还有很多固定器 什么苹果太空舱 相信做花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今年有很多这样子的物料 但是我个人感觉都不是很好用啊 然后我们把弄好的苹果先放到一边 这些可爱的小东西都放到一边 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 就是猜植 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为存真了 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的去度过我的明年 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 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 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 因为今年的我刚刚也有说到 就是体感上和精神上的体感真的非常快 嗖的下就过去了 我自从开了这家店 我真的就是早上就来 晚上就回 然后就睡觉 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 非常快就跟上班一样 我没有觉得难熬 也没有觉得看店很苦 以前往往会觉得看店很苦 现在就不会 如果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 我就录录视频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我对我明年2021年的希望 还是一个字吧 就是真 真实的真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 只要它是真实的就行 更真实的去努力 然后希望看视频的每一个人也都一样 当然也希望疫情不要反复 但是如果反复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真实 更勇敢的去面对 那面对很多 无论是想要找我学花艺啊 还是想要自己创业开花店的 因为就是我B站的粉丝 这个群体非常多的朋友 我还是刚刚也有说过 不要去找一万个失败的理由 那是长辈一定会为你做到的 他绝对是老生常谈 但是作为年轻人 没有这方面实践的勇气的话 那你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 如果每天都在谈自己害怕什么 和恐惧什么的话 也会比较举步维艰 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个不稳定的个体身上 汲取到更多的勇气 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想要互动的东西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了 可能到新年之前未必会更新视频了 但是我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了今天视频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今年的关注点赞和一切 然后B站的粉丝 其实年性也还挺好的 大部分也都有我的微信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去到大家的城市 跟大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要做真实的朋友 好了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我现在在吃 朋友送来的一个非常好吃的干面皮 这个是我今天自己用苹果橙子肉桂那些做的热红酒 然后一会就要给大家再次用苹果整个活 成品就在这放着 刚我已经做了一个了 哎 撞到桌子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再录一个制作过程吧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哎 说到圣诞节就是不停的用苹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这上面这一堆是小发夹哦 等会我会把它的具体的固定过程给大家录制一下 好 我们来讲一下 做一个苹果花树 会需要哪些材料 首先苹果是绝对不能少的 然后呢 刚刚也看见有一堆兔耳朵 这是一个发夹 啊 今年圣诞节已经快到了 做不了头 明年圣诞节继续做啊 这个东西是永恒都会游行的 然后呢 去年不知道大家看了我的视频没有 我的视频里面有用这个苹果做花树的一个视频 但是是用一根竹签从下面捂进去的 今年呢 我们就不需要那根竹签了 我们直接用今年流行的方法 这是一张玻璃纸 透明的玻璃纸 然后把苹果放在里面 像这样 我们会用这一张玻璃纸 去取代橘签的作用 去固定它 首先玻璃纸有延长部分的位置 大家注意 整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捏紧这个玻璃纸啊 然后我们用到这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褶皱纱 把苹果固定好 还是一样向上 向上 向上捏到最紧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拉架带 去整个把它固定住 一样啊 拉高 拉架带固定的位置 应该是最靠近苹果根部的 这已经第三根了 到底有没有能好了 我感觉拉架带这个东西买上几个月你不 所以虽然是后疫情时代 但是还是值得尝试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这个人啊 不是太会考虑就是非常多的因素 因为你要仔细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开始一件事情 你要硬去找借口 也不能说借口吧 就是硬去找失败的理由 至少能找出来一千个 对吧 那就好像你找你自己会 突然死亡的原因一样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会先看好的地方 我找合伙人也是一样 先看好的地方 先看共同付出的地方 就是不看那些矛盾点 那随着年龄的进步 就是年龄的进步 年纪越来越大 我现在已经真的不是太会在意 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了 就是大体上 我们看共同的付出 然后看共同的进步就行 开店也是一样的 最后就聊一聊2020年 我心态上的转变吧 我觉得我今年 因为经济原因 然后钱也都投到 这个小店里头了 就是我的消费 是有在降级的 然后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情 那以往买 买一些大牌的包包 什么之类的 那个就越来越少了 在降低 但是我也变得更不爱比较了 那其实我的个性 一直都不是特别爱攀比 然后我现在就更不爱攀比了 今年的整体的心态就是 珍惜眼前人 然后更真诚的去面对身边人吧 就是虚假的玩闹 那种场面上的朋友 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会有一些 社交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心态变化其实挺大的 可能也是因为到了30岁的原因吧 我觉得就是真实的苦 真实的开心 真实的喜怒哀乐 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 那我也会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况 去做出努力 更加脚踏实地 其实了解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人还是挺务实的 我本身就是金牛座嘛 然后我给朋友提的建议也是非常一针见血的 但是难免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假想啊 然后有一些祝梦啊 然后有一些虚假繁荣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尾存真了 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地去度过我的明年 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 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 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 因为今年的我刚刚也有说到 就是体感上和精神上的体感真的非常快 搜得下就过去了 我自从开了这家店 我真的就是早上就来 晚上就回 然后就睡觉 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 非常快就跟上班一样 我没有觉得难熬 也没有觉得看店很苦 以前往往会觉得看店很苦 现在就不会 如果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 我就录录视频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我对我明年2021年的希望 还是一个字吧 就是真 真实的真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 只要它是真实的就行 更真实的去努力 然后希望看视频的每一个人也都一样 当然也希望疫情不要反复 但是如果反复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真实 更勇敢的去面对 那面对很多 无论是想要找我学花艺啊 还是想要自己创业开花店的 因为就是我B站的粉丝 这个群体非常多的朋友 我还是刚刚也有说过 不要去找一万个失败的理由 那是长辈一定会为你做到的 他绝对是老生常谈 但是作为年轻人 没有这方面实践的勇气的话 那你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 如果每天都在谈自己害怕什么 和恐惧什么的话 也会比较举步维艰 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个不稳定的个体身上 汲取到更多的勇气 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想要互动的东西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了 可能到新年之前未必会更新视频了 但是我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了今天视频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今年的关注点赞和一切 然后我B站的粉丝 其实年性也还挺好的 大部分也都有我的微信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去到大家的城市 跟大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要做真实的朋友 好了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 就做了这一家小小的signal 然后从装修到开店大概两个月的过程吧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就正式一夜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今年的新的方向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就是很佩服我的勇气 在这个所谓的后疫情年代 还敢创业 就是把自己的积蓄投进来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实体店这件事情 它是有必要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很少在网上买衣服了 然后我也更倾向于 有时间的时候 然后去光顾朋友的咖啡馆 然后做一个比较 然后现在的咖啡馆是一个比较社群型的店铺 就是好友啊 三五好友经常聚会的这种 离我家也很近 但是地理位置不能算是特别好 不过这种店呢 就是要养一养 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那我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听劝的人 而且做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着急 所以说从看好到开店 真的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就决定吧 一周就决定开业了 然后和我的合伙人 所以就是算是今年也有一个新的方向 明年也会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朋友还有我的学生都会问到我 说云彤老师你怕不怕 万一亏本 万一疫情反复 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不要做假设 刚刚也说到了 我觉得实体经济永远都是有意义的 它不会被就是线上完全冲垮 而且像这种线上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社群类的店铺 它会线上线下结合的更紧密一些 为一些比较稳定的粉丝群体去做服务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而且也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它比较类似于一个线下的workshop 再加上就是实体 然后能做简单的咖啡和饮品 然后供三五好友聊聊天 这种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没有觉得它会有太大的风险 因为投资真的不会很大 所以虽然是后疫情时代 但是还是值得尝试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这个人不是太会考虑 就是非常多的因素 因为你要仔细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开始一件事情 你要硬去找借口 也不能说借口吧 就是硬去找失败的理由 至少能找出来 一千个对吧 那就好像你找你自己会突然死亡的原因一样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会先看好的地方 我找合伙人也是一样 先看好的地方 先看共同付出的地方 就是不看那些矛盾点 那随着年龄的进步 就是年龄的进步 年纪越来越大 我现在已经真的不是太会在意 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了 就是大体上我们看共同的付出 然后看共同的进步就行 开店也是一样的 最后就聊一聊2020年 我心态上的转变吧 我觉得我今年因为经济原因 然后钱也都投到这个小店里头了 就是我的消费是有在降级的 然后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情 那以往买一些大牌的包包 什么之类的那个 就越来越少了 再降低 但是我也变得更不爱比较了 其实我的个性 一直都不是特别爱攀比 然后我现在就更不爱攀比了 今年的整体的心态就是 珍惜眼前人 然后更真诚的去面对身边人吧 就是虚假的玩闹 那种场面上的朋友 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会有一些 社交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心态变化其实挺大的 可能也是因为到了30岁的原因吧 我觉得就是真实的苦 真实的开心 真实的喜怒哀乐 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 那我也会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况 去做出努力 更加脚踏实地 其实了解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人还是挺务实的 我本身就是金牛座嘛 然后我给朋友提的建议也是非常一针见血的 但是难免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假想啊 然后有一些住梦啊 然后有一些虚假繁荣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为存真了 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的去度过我的明年 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 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 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 因为开店成功吧 这么跟你说 因为我说了自学没有标准 你的标准来源于你自己 你还是需要一个在行业里有很多年经验的人 去告诉你 怎么样是合适的 怎么样对你是合适的 其实不分好坏 所以完全就很多很多毕竟的小伙伴 向我发问就是我自学能不能开店 这个问题我给的答案绝对是no 至于是为什么 看看我以前的视频 看看我上个视频 我都有专门说到 然后如果你要选择找肖老师 就是我本人来学习的话 那我建议你先加我的微信 然后了解我一段时间 因为我这个人还是话落 朋友圈也发的较轻 了解我以后再说 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经常录一些视频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经常录一些视频 当然如果钢筋特别多的话 也会消磨我的意志 因为这完全是用爱发电 用爱在发电 懂吗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保持对行业的好奇心 然后提升自己的认知 保持热爱 但是我昨天也有说 就是在我的朋友圈 有po一条 就是热爱这件事情 不适合交络者 热爱这件事情适合战士 我今天从早速化做到晚上 一秒钟都没有停歇过 只吃了一口饭 热爱适合战士 花衣也是服务行业 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见三连 拜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今天已经是12月26号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2020年过得非常快 然后圣诞节也没有什么圣诞气息 就这么平稳的度过了 然后离2021年只有不到几天了 所以呢 我也录一个视频 做做我的年终总结吧 今年因为疫情的情况 上半年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停滞状态的 但是我也因祸得福 就是建了几个群 做线上花衣的教学 然后认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 主要的来源呢 都是B站 然后我有放我的二维码嘛 所以说很多人加我 然后我觉得交友 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 因为每个人的烦恼啊 每个人的状态啊 每个人的情况啊 就是都不一样 然后在学习和聊天和互动的过程中 真的可以让自己也变得逐渐丰满起来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 我非常喜欢交朋友 然后B站的年龄层可能会整体偏低一些 但是大家都是非常开朗的 而且是真的很热爱花艺 所以我觉得今年上半年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建了几个花艺学习的线上群 真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但是呢 下半年因为开了新店 所以我现在没有时间再在线上收课了 明年过年之后 也许我会继续收课 有很多人会私信我说 为什么不开了 为什么不继续上课了 因为下半年真的比较忙一些 所以说也许明年会有 所以大家持续关注着 这个是我今年上半年最大的收获 然后年终的时候 其实应该不能说是年终的时候 基本上三八妇女节 然后五二零 然后情人节是完全没有赶上的 然后往后走的几个节日 包括教师节 七夕一般 就是这几个节日呢 花艺在逐渐的复苏 其实还是有比较向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它也有一定的变化 就是顾客的订单从 就价位在降低 就是它有 它的整体预算在降低 所以利润是在降低的 除非你能够把你的客单的数量提升起来 可能还能好做一些 所以整体来讲 今年的花艺的情况就是非常一般 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也没有往年那么的热落 就是很普通很普通 然后下半年其实从夏天开始呢 我就有跟我的朋友一起在家附近看店 因为我想做一家小咖啡 然后可能会加上服装花艺这些 然后因为入冬以后 花艺也不能算是旺季嘛 那明年春天的时候 可以把花艺课程 还有很多东西带起来 所以说先找好店铺做好准备 然后就有了一个新的创业方向 然后我就把我的精力 从家居店冲出来了以后 三四五六七八线啊 然后县城啊 然后乡村的一些 想要开花店全放到一起上课 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包括这个客户群体也是有差异的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不对 你在北京开花店 和你在某一个城市的 三四线的县城和村里去做这个事情 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你的客户群不一样的 产品线不一样 你面对顾客的话术不一样 然后你的报价也不一样 然后各种各种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其实是我个人感觉 是一对一私教的一个优势 当然这个话题 其实对于我来讲是比较敏感 我觉得我也不想说太多 但是就是我的一个看法吧 那其实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一个差异性的问题 因为点对点的一对一的私教 可以跟你更好的去聊这个话题 我有很多时间都是在跟学生的聊天中度过的 我要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然后你的城市 如果就是我也可以去到你那个城市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后续在说的 因为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很多花艺学家和花艺老师来讲 服务和教学应该是延续型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是说上完这个课 我只是希望你不停 我只是有克服不停的劝你不停的来报课升级 也不是这样子 我当然希望你不要不停的来 我希望你回去以后 有自己的学习和自己的方法 能够自学和进步 我在线上辅助你也好 还是去到你的城市帮助你也罢 就是我希望这个事情不用这样不停的来来回回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就是个人看法对吧 我再说一遍 我的B站频道 我的视频 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表达我自己 尊重我的表达 然后你是怎么想的 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不用杠来杠去的 我其实 我其实今天视频更新的很少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讨厌杠近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最正确的方式就是 你表达你的 我尊重你的表达 但你也得尊重我有我的看法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吧 个人频道 各书几件 OK 继续说 那我觉得其实 很多学生 很多朋友 会问我 拿花语学校好 拿花语学校差 就希望我能给他们 几条明确的路和一个明确的选择 我觉得你还是要了解一下你自己吧 对吧 你这个主观的弄性都没有发挥出来呢 对不对 你是不是应该自己去寻一下 叫微博找一找 微信看一看 然后花语学校你去试个课 现在都有视频课 了解一下 或者你喜欢那个花语 你加了他的微信以后 你了解上他半年 你认知一下花语这个行业 然后你觉得人OK不错 审美也不错 教学质量也高 作品也过得去 然后你再去找他 对吧 就是这些东西是 你要付出一些了解的行为的 而不是指望着一个花语师给你说 我觉得那个学校OK 我觉得这个学校OK 因为现在就我想所知 花语学校已经做成了那种MBA圈层学校了 就是 还有什么 就是 就是老板班啊 总裁班之类的这些东西 可能教你管理 对吧 那你啥都不会也无所谓 对吧 你可以当老板去招花语师 对吧 有很多种模式 所以 你了解自己 要了解这种各种各样的模式 其实才能让你更好的去干这个行业吧 我觉得 很多年纪比较轻的学生 最重要的是 不了解自己 只知道自己喜欢这个行业 喜欢这个行业是很重要的 但是喜欢这个行业 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成功 OK 那就说到这里吧 我以后不会给大家再推荐花语学校了 因为其实有点不负责任啊 因为要了解你的需求 了解你所处的处境 再去分析一个花语学校是比较负责的 但是这是我在为你服务 那我不可能为每个陌生人都服务 对不对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如果你真的嫁了我的威胁 然后连猪炮事都发问的话 我是有权利不回答你的啊 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那最后呢 我还是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行业 还是大浪淘杀的 光带着喜爱进来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对行业的认知 然后再去选择学校啊 选择老师啊 另外最后再说一下 自学是万万不可的 自学是OK的 完全OK的 但自学很